大家好,我是老五,今天的视频呢和往常不太一样,但是还是离不开狗狗 说起这个狗狗呢,老五要回头说一下惠惠的爸爸 惠惠的爸爸呢在前三个月之前呢,他也养了一只小奶狗 但是老五发现他养的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农村呢有时候还是有一点担心的 老五担心这一只小奶狗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害怕他养不好 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害怕他养大呢,这一只狗狗呢他会丢 有一次老五在跟他开玩笑哈,老五说把这只狗狗呢带到我们家去呀 但是老五发现惠惠的爸爸他也不开口也不说,就是保持沉默 老五的反应就是说啊,惠惠的爸爸呢特别舍不得这一只狗狗 因为他现在养那么大了,他也养出了感情了 那么今天老五为什么要给粉丝们来见到这只狗狗呢 因为这只狗狗在上一段时间,老五是给他打过疫苗的 但是这个疫苗呢他没有打完 这些小奶狗按照程序,按照医生的要求 他们是必须要打三针的 所以说他还没有打完 那么今天老五和惠惠我们两个呢就去惠惠他爸爸的家呢 把这只小奶狗,他这个疫苗呢来给他打一下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老五说是小奶狗小奶狗 因为现在这只小奶狗现在已经长很大了 他养的特别好,特别肥,毛色特别好 那么说到这里呢,老五还是要重复一句话 就像刚才老五讲的一样 是这样子的,惠惠的妈妈呢在2021年的上半年 已经去世了,离我们而去 也就是说现在惠惠的爸爸呢,他一个人 平时啊也挺孤单的 你不管怎么说哈,他家里有一只狗狗来陪饭 对惠惠的爸爸来说哈 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老五看得出来,惠惠的爸爸呢 特别喜欢这只狗狗 刚才老五也讲了,这只狗狗呢 他养的特别好 那么下面老五也不多说,下面老五现在就过去啊 把这一针疫苗呢,来给他打上 把这一针疫苗呢,来给他打上 过来 你看他这个院子还可以哈 这只狗狗在里面跑着玩还可以哈 有点陌生咯 因为我们两个平时比较忙 也来的很少 陌生了陌生了 给你打一鸣啊 你看他这还有一个小菜园 辣椒 那个是丝瓜 还有花生 这花生呢,我听惠惠说是他在别人家地里剪的 就是说别人不要的哈 他一点一点剪的,你看剪了这么多哈 都是花生 因为他的爸爸不在家这一会儿 还要等他回来 回来的给他打疫苗 刚才惠惠给他打电话了 等一下就回来了 其实这一只狗狗在这里面也挺好的 就在一个哈,跑了跑去 你看这还有石榴哈,接了很多 特别大 你看密密麻麻,全部是石榴 拉过来了 他有点陌生了哦 他想咬 长得很快的 你看现在差不多有20斤了吧 这是一个冬瓜吧 这是一个冬瓜 毛孩怎么咬我啊 不认识是吧 过来了 过来我看一下,来过来 不要咬我了啊 等一下给你打疫苗啊 你看多好哈 其实他爸这只狗狗 说实话养的真的特别好 吃的也很肥 这毛色也好 现在可能熟一点了 不咬了哈 会不会握手了 他握手了 来我摸下头了 与他有点害怕 主要是他有点陌生哈 哎,哎,过完了 今天中午给你煮饺子吃 今天中午呢 老午喝会呢 我们两个就在吃个饭 吃个饭再回去 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凉快 还是不行 还不熟悉 嘿嘿 不知道摸着吗 主要是不熟悉 来的少 因为我们两个平时特别忙哈 没有什么中央事情 一般我们两个不出来 特别是夏天 所以说他不熟悉 烟又跑掉了 等一下吧 没关系啊 等一下给他玩一会就好了 这辣椒 刚才老午看了一下 接的还不少呢 你看这都是辣椒哈 这有点红了 你看这上面全部是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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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六刚才老午看了一下 已经可以吃了 等下他会会摘几个 这几个我们回家吃 摘那些大一点的啊 不过来 你还没想到说 有点是辣椒 可以吃了 他也有辣椒 我没想到说 我都吃了吗 有点是辣椒 我都吃了吗 有点是辣椒 有点是辣椒 我没想到辣椒 有点是辣椒 也有点是辣椒 把这几个也摘掉 你看这石榴还可以 都挺大的 你也想吃吗 不能吃啊 这个你不能吃 等一下给你吃饺子啊 好不好 我吃了啊 好了回来了 那这个又不少不少吃 你这光有这有四斤花生嘛 有 走不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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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不住了 那你咋子 看他靠包啊 我来靠包啊 靠包啊 先给他给我打一秒吧 一秒给他打了 带来吗 带来啊 再打三针 他调皮的不想打 像小孩一样的害怕疼 别动啊 嘿嘿嘿 还好啊 比较乖 行吧 这个冷 这个冷了很 前几变化大得很这两天 糟糕的船上别干冒了 等一下啊 等一下给你吃啊 那脚的有点热啊 会不会用那个水来给他冰一下 还要等一下啊 有点热 快快去吧 快快快 哎 他叼走车 好了 就在玩吧 我回去啊 我待会一起玩哦 你 equipo人要快点吃啊 你家的热闹 嗨 你不是啦 你对我的 这些热闹 你咬到底要什么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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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